为了给身体消毒 大妈给老伴肛门塞了一颗大蒜 结果差点命就没了 听到老伴和医生在讨论大蒜的事情 躺在救护车上的大爷满脸尴尬 这种滋味只有他懂得 就在刚刚许医生接到任务 一位老人在家突然迷糊头晕 并且搬油持续呕托 有没有房子在转 决不出来不知道 这个感觉在晃是不是啊 从家书口中得知 老人原先得过脑梗 并且同时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但好在老人一时暂时清醒 尽此两老人血压超出正常范围 偶突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引发的 如果处理不当 随时都有生命威胁 考虑到严重性 徐医生准备将其拉到医院 进一步观察 路上大妈突然透露了个消息 我看得起啥味 我就给他当骨骨骨骨骨一块大蒜 哪里那吃大蒜是吧 医生满脸震惊 这种消毒方式还是他第一次听说 就在昨天大爷坐车晕车 害怕老板身体出现什么问题才塞的 方法则是从婆婆那里学来的 说是能杀菌消毒 婆婆只要身体一不舒服 就这么做 害怕大爷有一传 他也照着做 不顾大爷阻拦 大妈硬是给他塞了一颗 刚常课的医生都知道 尝到是十分敏感且脆弱的 再加上大蒜辛辣刺激 第二天一早大爷就开始出现 头晕迷糊的问题 此刻大蒜的滋味 只有大爷懂得 闭着眼睛装睡 本以为这是个延年一寿的好方法 询问侠才得知 大爷的妈妈老早就去世了 只活了78岁 还没有他们活得久 听到这许医生哭笑不得 很快到了医院 许医生将大爷过往 并十一一复苏 同时也没忘同步 大爷身上的隐藏漏洞 他们在里面塞大蒜 我也是第一次跟啤酒过来 大蒜虽小 可老般的爱恨冲 在节目播出后 蒜大爷的名号也彻底打了出去 但不管怎么说 经过及时医治 身体没有什么大碍 而又黑历史的不止大爷一个 杭州摸小伙 和朋友聚餐时 白酒啤酒混着喝 直接喝上了头 躺在地上不停呕吐 害怕出问题的朋友 叫来了120 几个人艰难地将起台上担架 突然小火的呕吐 引起了许医生主意 你们这个喝的是什么酒啊 怎么是这个颜色的 清酒更百味 你们吃进去的 有没有咖啡色的东西啊 没有 应该 我们吃的是那个 叫什么 小龙虾 这个颜色就很尴尬 呕吐呈现纵褐色 很有可能是上消化到出血 严重的火灰之人死亡 几个酒又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对着昏迷不醒的朋友卡卡拍照 看着朋友的瞅开笑得合不拢嘴 车上医生才从朋友口中得知 既然是高中同学 多年未见 本想着多拒绝 谁知小伙喝了三瓶啤酒 一瓶清酒就这样了 随后小伙被送到医院 又是抽血又是茶未尽 扎得嘎嘎乱叫 结果折腾半天得出结论 小伙就是酒量茶 喝上头了 兄弟一场 哪怕喝醉短片有些狼狈 也不忘当着摄像头的面 给躺在床上的兄弟整婚 早上七点小伙终于酒醒 迷迷糊糊的他还不知道 在随友的帮助下 自己已经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整婚 然而接下来的这家人更加离谱 四十度的天气里 一家人居然不开空调 八十岁的老父亲直接热到中暑 医生走进房间就想走进了锅炉 热得不行 尽管这样一家人还是不开空调 只有个小风扇在那麦里的吹 女儿不仅不许老人开空调 还老母亲腿脚不好为由 禁止他们长期吹风扇 天天空调直吹 电扇直吹 你说的他不听 我说你这岁数那么大了 电扇不能直吹 年轻人都受不了 年轻人都受不了 不停 你看看这样 可一点都不扯 明明是女儿不让开空调导致的 现在却被说成不听话 听着女儿的满孕 老人和女婿一个紧闭双眼 一个紧闭嘴巴 丝毫不敢回应 到医院一通检查 确定是中暑 但发现即使没什么大碍 回去吹点空调凉快凉快就行了 刚才是大爷家姑娘真厉害的 都不敢说话了 大爷委屈死了 姑娘不让我开 正确来骂我 大爷都固扰了 大爷坐在那 说什么都 灭我不表情了 上床上 慢慢悠悠 不想说话 他一直说 不听话 叫我不听话 大爷何止听话 大爷是言听计从 大爷